普达大师学员 普达大师学员会给考普达大师的学员 分配一个mentor 一个导师 我考的时候呢 我有幸被分配两个最具明星法的导师 一个是Net Goodwin 一个是Steven Wong 我今天要去奥地利跟他们会合 但是我很怕这个行程的 我刚从南宁坐火车到了广州 我准备从这边坐飞机到迪拜 再从迪拜去维也纳 好可怕的 祝我好运 你好 飞往维也纳 你好 至少我有一个逃窗的位置 拜拜 第一个航段八个小时的飞行时间 现在应该是中午时间差不多九点多吧 完全完全没睡 还肚子很饿了 该找个地方吃东西 哈喽 好 考普达大师的时候呢 这些mentors呢 非常的重要 比如说Net 在品酒池方面呢 给我一些很大的帮助 因为普达大师的品酒考试呢 不像WCT 还是CMS 有一些固定的量词和格式 发挥空间会更大一点 我应该是第一次早餐吃一个汉堡和薯条 不是我的最爱 但是他就太饿了 好了 试好了 听说迪拜机场挺漂亮的 我们就去看一看有什么好看吧 看看机场的葡萄酒的价格怎么样 看看机场的葡萄酒的价格怎么样 木董卡地17美金好像也不便宜啊 奔赴三班酒77美金 这个相当于人民币好像五百多块钱吧 这个倒比在国内好像便宜很多 又是一个烤床的 在国内的品牌 葡萄酒店 葡萄酒店的盲品考试虽然在用词方面 比较自由一点 但是你要从考试中投影而出的话 还是得做一些前期的准备 比如说我在很多区参加各种各样的盲品训练营的时候 我会带在家绞尽脑汁 摸索出一些我认为比较有创意的 但同时呢有准确的一些品酒词 难道这次呢旁边没有人做事的话呢就太幸福了 好酷 好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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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了 有可以选择一块红一块白白套酒呢 我随便说红的居然是本土 诶 是不是很适合中国人的很烦呢 我 好迷你的房间 好迷你的房间 但也还好了 可以了 够住的 到了我也来了 准备今晚上要给Ned吃饭了 所以要先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去喝一杯咖啡 刚才我们说到哪来着 对 关于这个 葡萄酒瓶酒瓶的 那我举个例子吧 如果你在考试遇到了一款 澳大利亚的雷斯林的话 按照WCD的标准的话 你要形容它 你肯定会写高 但是考葡萄大师的时候 你除了得学会 所以量化这个酸度以外呢 你还得形容它的质感 比如说呢 它是Crispy 还是Lively 还是Tangy 还是Soft 还是Hard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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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时间长了 大家的那个心中词呢 都有时候也会被懂化了 所以当时呢 我就想出一个 比较有创意的单词 就是 Electrifying 这边也太美了吧 Ned跟Tangman Tam在这边喝酒 找到Tangman吧 就是 非常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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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unerWeltliner AustrianGrunerWeltliner What is the thing? Aromas of sugar snap pea, white asparagus and white pepper With a skein of juicy acidity Albeit not as shrill as Riesling A sort of white peppery freshness That you know pulls out the saliva from the mouth And gives a really sort of juicy sapidity You like that homie? Yeah that was good F era Yeah that was good You like mountains That is a very good experience It's great You're looking at different speed Only maybe look at the days Just businesses Here Hi The